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里这么多智能产品你都没弄明白 这又买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你就别打了 估计他这会忙着呢 你说 这两个中文字都没有 这让我怎么开机呀 你可别研究了 你这个研究坏了 我们这次的方案充分考虑了城市智能与人的连接 成本方面 不好意思 我们继续 里面的说明书都是英文 我拍张照片发给你 你看一下 先过来吃饭吧 也不知道儿子这会儿吃饭了没有 先别研究了 把药吃了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喂二叔 我就是一直打不通我爸电话 是 我知道 是 我知道 我知道我爸身体一直有那毛病 行二叔 那先不说了 我这就回去看看 打电话给老爸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叫不用认识 您好 我知道 你老爸身体一直有大 discovery 我们在网站中的身体 就是于是在网站中的 儿育痛 再判断 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妈 我爸呢 里面呢 怎么了 这着急忙慌的 爸 我打你电话怎么一直关机啊 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我能出什么事啊 那手机不在桌子上放了你吗 你看看 你又忘充电了 这智能手机啊 特别费电 儿子 你饿了吧 妈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好 爸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 你没事别老研究这些 就你那身体 你上午买的那个空气净化器 那个遥控器啊 我不会用 我去找找啊 我帮我走 回来 我们习惯了 用物质去表达关心 我们习惯了用物质去表达关心 我们也总记希望与科技能达到与他们的距离 但却抵达关心 但却忽视了他们跟不上的脚步 在你忙着连接世界的时候 他们只想努力地连接你 努力地理解你 努力地参与你的世界 努力地证明他们过得很好 让你放心 让你放心 早到了 爸 回来吧 你来你来你来什么来 先把面吃了 别一天到晚总学你爸 天天连饭都不吃 和世界连接时 别忘了连接你爱的人 小尘小尘 打开回家模式 儿子回来了 万物互联家世元典